我们去网红店打卡 差点没把小命扔到雪山里 英国两个知名的网红 最近刚刚发了视频 他们在苏格兰高地 找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派 我们赶紧去打卡 这家店连续多年获得 最好吃的派的世界冠军 而且它获奖的不仅仅是一种派 什么早餐派 牛肉派 羊肉派 苹果派 你看看 它这得了多少奖 这墙上 这哥俩就是 坐这开始干派 我们也得尝尝 到底咋样 他俩干完派 后边还整出彩虹 屁 我们可遭遇了暴风雪 这路边的车 直接就翻沟里去 当时特别担心 天黑之后 还会被困在山里 这个就是时速 高达80英里的风暴 叫Bara 我们车也都不是雪苔 另外路况这么大的风 根本是无法脱险 好在这个清雪车呢 很快就到了 我们终于可以逃离苏果安高地 就在逃难的路上 看见了这哥们 突然就想到了一首诗 打卡成可贵 生命价更高 若为舔狗顾 两者皆可跑 所以人们是不是有石展 什么事 我没有为什么